有些人會說,神的臨在是神的主權,是人沒有影響力 但聖經中,讓我們看到人是有影響力的 很明顯的,在《薩摩爾記》上十章和十九章 在《薩摩爾的先知叛徒》,他們不斷受音樂 他們受感說話,原文是說語言,聖靈感動他們在說語言 當蘇勒去到,立刻就受感說話,變為新人 薩摩爾說句話,你要趁時作,因為神與你同在 因為神的同在可以是普通的神同在,即是無所不在 如果無所不在,你去哪裏都有 你去到一個地方,神與你同在 如果去到任何一個信的人,去任何一個信靠神的以色列人就可以了 但他不是這樣說,是去這一班的先知門徒 他去到那裏,你就要趁時作,因為神與你同在 即是講到在這個時候,神特別的同在 就是這班人他們投入的親近神,受感說話,說語言 帶來神的強烈同在 我們看到摩西主動地求見神的榮耀,神就將他的榮耀顯現 他多次討告的時候,又說他的榮光降臨 在初期教會,當信徒投入地去祈禱的時候,神的同在都加強在他們身上 他們一起被聖埋充滿,又充滿喜樂 這都是告訴我,人的投入禱告是大力無效的 事實上,這是聖經的例子 但在很多基徒的經歷,很明顯 一路投入禁斃,讚美,是很多人更加愛主的 很明顯,這個已經回答 是否神的同在,永遠是人做不到任何事情 只是你不做任何事, 神忽然我要来, 你忽然个个胜利充满 有些人投入祈祷, 神离又不离, 没有果效 其实并不是这样, 由圣经和基督徒很明显的经历 发觉很多人投入祈祷是很火热的, 敬拜是很火热的 被神的话语感动也是很火热的 很明显是人的亲近神是有影响力的 人的亲近神就会带来神的同在 在诗篇二二篇第三节讲到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神就用我们的赞美做宝座或居所 他就住在我们的赞美之中 所以圣经是说, 神的同在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带来 圣经其实很简单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有些亲近人 已经答过这个问题, 神的同在是我们亲近神有关 这是 Seth Godin